民眾黨雙北大團聚為北市議員陳宥辰服務處籌籤接牌 不只黨主席柯文哲立願雙黃淚挺 國民黨港湖區立委黎燕秀也現身 等於是有兩位立委在服務 我想我們選區藍牌在地方的建設 其實是沒有分藍牌的 過去深耕港湖的黃珊珊也像回娘家 剛好台北也是她的2026責任區 日前董內才拋出N加1 外界後期是否先鎖定港湖區 我每次選區應該票數都還是可以當選到兩席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當然我們要增加更多十次 我會跟四位現任的議員做聯合服務處 那我們自己也會在沒有議員的選區 設立我們立法院跟台北市黨部的聯合服務處 28的關鍵在26 26的關鍵就在我們現任的台北市議員 而不應該是讓N加1成為兩人三角的遊戲 反而不會讓黨突破現況 是不是會回頭半導自己 這都是過去民眾黨在提名策略上面 我們曾經有犯過的失誤 所以這也要務必要小心 黃珊珊曝光陸戰規劃 但民眾黨現在空戰卡關期 聲量下滑 社群想努力保溫 不只推出新節目開箱國會辦公室 還傳出規劃打造 類似以前在北市府時期的 今晚我想來點真心話節目 反正節目推出大家就知道 都還在規劃階段 選舉完以後 這是一個叫reset 重新開始的一個時機 現階段還是先發現人才 培養人才 選證不決心等等 因為柯文哲還有老家的農地違規 歷經兩次展延 3月18號就是最後期限 必須恢復農用 第一步要先恢復農地 總要先達到標準 至於後續 我有跟我爸爸媽媽講 我說大概我也不可能 回去當什麼信儒當醫生了 所以那個就 那個大概回去住也不太可能 之後農地處理一度停擺 一下說要賣 現在又傳出要種巴勒 只怕又是一天脫過一天 媒生年歲李亥恩小組 台北報導